您见过重达25斤 价值500万元的大金砖吗 好好摘一下它的财气 您知道在地下300多米 采矿工人是如何作业的吗 您知道金碳碳的黄金是如何开采出来的吗 美丽中国乡村行之 浙江岁昌黄金之女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 生采乡村友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说起黄金 您见过价值500万元的大金砖吗 您知道黄金究竟是如何开采出来的吗 今天我们要带您去的地方就与黄金有关 在那里我们可以拥抱货真价值的大金砖 再深入300多米的地下 看一看金矿开采的现场 这里就是浙江岁昌 这样的旅游可就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之旅了 好了 闲话休题 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黄金之旅吧 我们美丽中国乡村行设置组 今天来到了浙江省的岁昌县 岁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景色优美 矿产资源丰富 被称为中国竹炭之乡 中国橘米之乡 这里还有文明中外的江南第一大矿 岁昌金矿 岁昌县的绿色植被很多 而且矿产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 这也就构成了岁昌县另一种非常独特的旅游风景 那就是这次我们要走的黄金之旅 我们这里边说到的黄金啊 可是货真价实的金子 这一提到黄金啊 我内心还有一点小激动 非常期待这次的旅行 在若隐若现的博物中 青山环抱的岁昌金矿 更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 不过现在它已经揭掉神秘面纱 变成名扬天下的岁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 供有人参观 一走进这个绿洲中的黄金世界 我们都极为兴奋 这四周可就是传说中的金山啊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非常有意思啊 都是一个一个银钉子是吧 对对对 我们踩在这个银元宝上 如此奢华的这个道路啊 所以 正好是跟这个金山相呼应了 证明我们这是采金矿呢 对对对 踩着银元宝上山 心情虽然愉悦了很多 首先我们最想看到的 当然是你们这里的黄金啊 这里面放的就是我们最长金矿 黄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是什么 一块12.5公斤的国际标准金钉 哎呀 12.5公斤25斤啊 我得进去 能抱吗 我能抱吗 行行 这还挺严格的 还要戴手套 对 人论就要戴 我觉得这个地方会不会是 是真金吗 对枪是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枪你们不能摸 不能摸 进去吧 那里面有子弹吗 也有 也有 对 哦 这个就是了 哦 这真金果然跟这个模型不一样 您说什么 要注意安全很滑 很滑 注意安全 对 这能有多重 不就是25斤吗 你看看不出来的 你看看不出来的 试一下 我完全是靠这个手里 我自己真的是 哎呦 没想到还真挺重的 比我平时拿任何一个25斤 怎么过来的东西啊 25斤的东西要沉很多 你看啊 这个是25斤价值500万的黄金 这个我勉强还能拿得起来 这个要是真的500万现金放这的话 我估计我是拿不起来了 刚拿了一会儿 我就已经浑身冒汗了 一般在其他地方呢 都是看不到买不到这样的黄金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一次抱个够 摸个够 好好沾一下它的台气 看看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大金砖呢 为了让每位游客都能享受到 拥抱金砖的乐趣 迎来这里旅游 只需要花上20块钱 就能和大金砖来个亲密接触 包在手里很踏实感 很有踏实感 那也不是你的呀 包包也不错了 赶赶财 感受一下 对吧 在岁城金矿 设有黄金制品的购物区 各种黄金首饰琳琅满目 游客在这里可以挑选到心仪的视频 有小贴士 游客在购买黄金首饰时 请认清首饰上的质量检验标志 千足金称999金 金含量不低于千分之999 足金称990金 金含量不低于千分之990 含量达到99.6%以上的黄金 才能称为24K金 看看 包完了金砖 沾完了柴气 下面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这金灿灿的黄金 到底是如何开采出来的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我们开始了这次难得的体验 因为我们所有的矿工都是男性 所以您看他给我找的这双鞋 也是男人的尺码 要比我正常的脚要大很多 好 现在上我们的黄金之旅小火车 这列精致小巧的小火车 原来是专门为矿工下矿石设计的 现在供游客免费参观使用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块坐上这个可爱的小火车下矿 看看这个黄金到底是怎么开采出来的 好 请 可爱的小火车犹如穿越时光隧道 帮我们从地面拉入地下三百多米的矿道中 我们现在整列坐车 能够坐98个 整列坐98个 这一番那一趟工人运在去 就是差不多正好 还是要来回运好几道 不要来回运 现在这个小火车就已经慢慢的开进洞口了 对 我感觉还是有一些紧张 因为外边是四周一片漆黑 而且我能听到非常大的这个下边岩石 或者这个上面小火车嘶嘶嘶嘶嘶的声音 就是既紧张又害怕又感觉很神秘 二十分钟后火车到站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地下三百米的位置 从那边上车 从这边下车 这小火车真的是太可爱了 几分钟的功夫啊 我们就已经到达这个 我们要走的一段路 第一站 从这儿到工人挖矿的地方 至少还有两公里的路程 周围漆黑一片 走在这安静狭长的矿道里 让人按耐不住的 只有紧张和些许的害怕 走到这儿就已经听到非常明显的 那个风声和水声呼呼的那种声音 好像山红要爆发了一样 里面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没有危险 实际上你现在听到的 一个是空气流动的声音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采放设备 机器运转的声音 说明你现在已经听到这种声音了 说明我们离我们的工作面来 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 嬉戏凉风吹来 只觉得矿道更加狭窄悠长 期待当中的这个挖金矿的这个场景 马上就会展现到你的面前 不知道能不能 金子 这个你心里要做好准备啊 做好准备 房地是怎么来的啊 采矿工人到底在什么地方作业 他们每天会开采多少黄金呢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半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工人工作的洞口 现在我们就在沿着这个洞口的这个 毛子楼梯往下爬 从这下去啊 这个神秘的地方要先考虑一下 你的勇敢不勇敢 不是吧 这这么简陋 就一根竹梯 对 这里呢是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天井 穿过这个天井 就到了我们真正采黄金的工资场面 那么这个天井呢 比较陡 所以铺了这个毛子梯 这个斜度大概有多少 70多多吧 70多多 那多长呢 我要爬多少这样的 多远才能到达底部 其实也就是给你考虑了 也是意识一下 这个楼梯呢是很短 只有十几米 这个不可以两个人 洞口很窄 这儿离工人采矿的地方 大约只有二十米 但是这二十米 却是用四根竹梯 手尾相连而成的 要想下到矿底 就必须从这个呈 70度角的竹梯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天 这个竖井所有的部分 都是镂空架在这上的 而且这个竹梯呢 我这样看来也是分为 这么短短的 十米吧 就分为两段竹梯 这个竹梯就是五米多点长 脚的东西踩到真的很长 害怕吗 这个慢慢下去 真的是感觉特别特别害怕 因为这个楼梯完全是悬空在 全空在这 而且梯子的下边 就是只是一个木板在挡着 我下去的时候 这梯子还在不停 因为它有弹性 不停地在晃动 最可怕的是 我能最直接 很直观地去看到这些 岩石 还有一些 一些管道 我不敢正面地去往下看了 是不是小时啊 场派浪移挖鸡奶 确定一下啊 这个展开脸吧 很快敲开拉 成功了,好勇敢 好勇敢 已经下都不行了 我以为只要爬两个这样的竹梯就可以了 没想到要爬这么长了 而且越往下爬的时候 越来变得越湿 而且还要往上滴水 特别湿滑那个竹子 你看手上粘的都是泥 我们工人工作的第一现场 现在就是,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体验一生可能也就一次了 特别难得 怕怕的不行了 工人采矿的场景终于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地下三百多米的这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 共有八名矿工 他们在含有黄金成分的盐壁上打钻 是不是现在墙上这个画红点的地方 都是要打眼的地方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我问一下大哥 你们在这每天都要工作吗? 在这每天都要工作多久啊? 在这个下边 八个小时 大哥你们在这都干了多少年了? 我们干了二十多年 您干二十多年 您呢? 我好像十七年了吧 那你要在这不停的就这样开采吗? 基本上差不多了 基本上差不多了 当然 从这里开采出来的矿石 首先要运输出来 经过现代工艺 最终才能冶炼出黄金 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 我们要迅速离开现场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这些矿工们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真的想不到 我们手里面拿的金光闪闪的金子 会是在这样环境下 有我们的矿工大哥 一块一块采下来的金矿 演练而成的 看寻千年金屋的神秘 寻找今天淘金的乐趣 美丽中国乡村行之 浙江岁昌黄金之旅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离开矿工们 我们继续探寻 这些千年金户的神秘 岁昌金矿从唐代开始 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了 这就是其中最为神秘的唐代金户 古人在这个地方 也拿走了4吨纯黄金 40多吨纯的白银 4吨黄金 40吨白银 白银 纯的 对 这个量可不小啊 20多个亿 这样子就是 换算成现在就是20多个亿 对 幽长陡峭的矿道 光滑 光滑冰冷的严厉 冻冻相连的 趋近平忧 似乎都在诉说着 这里曾经的 灰黄历史 我上去摸一下啊 感觉一下 到底有多光滑 这个路也是前人留下来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 也不称其为路吧 它这个开放了之后 留下来的什么样子 在下面看 觉得这坑洞不大 但是在上面看 怎么看 也得有十多个平方了 呃是的 这个像我们小时这样的个子 这个里面 这个站个七八十个人 估计问题不大 小心 小心啊 真的能感觉到这个 上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工具 工具的痕迹的 不平整 还能看出来 仔细看 但是在下面看 还是看 感觉非常非常的光滑 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啊 这样的工程是怎么做到的 看完古人的采矿遗址 体验完古代采金作业之后 我们也将感受一下 现代淘金的乐趣 天啊 这个金子还不小 看 这就是刚刚游客 淘上来的这一个小金片 看来这里面真的能淘到金子 不行我也赶快交钱下去淘一淘 透透运气能不能像他们那么好 究竟小时能不能淘到黄金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他们经常淘的一个 淘的不能让他掉 看见了看见了 看 又淘到一个 看 又淘到一个 看看 看看 他喊着 真的是 真的 我知道啊 这个 挖金呢 它是有两种 一个是像在当地的这种岩石彩金 美丽中国 第二个呢 就是像 我们现在模拟的这种 在河沙中取这样的淘金 看来河沙中淘金 比这个在岩石彩金 要容易很多啊 哎呀 空空运气 你看看今天还能不能再淘到 我帮你再淘 看来啊 小时今天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在这里 你只要花上二十元钱 就能在这片沙石中淘上五分钟 只要你眼力好 说不定还真能淘到金子呢 旅游小提示 最长金矿距离县程二十公里 车程半个小时 景区门票一百元 另外 游客如果想体验爆金砖淘金等项目 需要另外付费 爆金砖二十元 淘金二十元 看完岁昌金矿 让人既开心又难忘 金矿只是岁昌旅游的一小部分 现在当地正在开展五色生态游 红就是红色旅游 黄当然就是黄金之铝 绿就是这里的天然大氧巴 黑是岁昌县独特的竹炭产业 白就是这里的天然温泉 生态文明的理念 让满目青山的岁昌已经遍地逝近 今年上半年以来 我们全县 入境游已经达到了六百多万人值 整个收入达到二十七个亿 这二十七个亿什么概念呢 就占到我们GDP的百分之四十五 也就是说我税仓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 直接间接与旅游产业有关 所以农民的收入 应该将从这方面征收非常明显 所以这条路也是作为我们来说 也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感觉到路会越走越快 古老悠久的采矿历史 得天赌后的自然环境 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 这些都使这次行程多贴了几分神秘色彩 也让我们这次岁昌之旅 有些恋恋不舍 美丽中国型生态江山游 我们继续出发 今天的黄金之旅真是让人看了眼界啊 被誉为江南第一矿的岁昌金矿 随着岁月流逝 卡卡的黄金量越来越少 如何才能拥有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呢 岁昌人在对金矿进行保护性开发的同时 开展工业旅游 养山护林 走出了生态保护和发展特色旅游之路 现在啊 岁昌县也有了金山临海 仙县岁昌的称号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三农台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中国美在乡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欢乐 祥和 感动 公益晚会打开大幕 公益人物登台 草根明星反串 好声音歌手献唱 台前幕后有哪些精彩故事 敬请关注 汉班 爱去2013 手玩手 祈福公益晚会 演唱 火公益晚会 看一会最后